其实以罗森伯格来 跟立法院会面 这个都是例行的 那民主基金会我认为 跟这个罗森伯格恐怕 他不太按照奋计上 因为你要知道AIT 严格来讲 不是美国官方的这个机构 那也不适合来关切我们的 这个其实算是内政的议题 毕竟我们这个民主基金会是拿 国家预算的 如果今天有这样的行为 就是说他去私下提到民主基金 还得了 那就是美国公然干预我国内政了 那明天这个现场 其实我相信不会只有韩国瑜 还会有各党团的立委 江启臣一定也会在现场 所以就是这 虽然说是一个会 就是大家先拍几分钟 握手然后开场白 然后闭门会议 正常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但是里面发生什么 与会人都知道了 那所以我说不太可能去谈 没有必要谈的事情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韩国瑜跟罗森博 还没有互动过 对 那这个互动会不会 因为上一次你要知道 像那个跟孙小雅 对 那个只是换个位置拍照 就被拿来做文章 明天会不会又有类似的这个 我们倒是可以观察一下 那只是说 我觉得韩国瑜院长在 最近这一段时间 从他就任到接见第一个外宾 到一直到最近很多 非常多有算一天三四场的这个 外交的这种所谓的接见的行程 你都可以看到 其实他在这样的一个行程里面 除了他展现他的幽默感之外 基本上是中规中矩 基本上他都是非常中规中矩 而且呢 我觉得他就是扮演好 那个立法院长的角色 所以如果今天 民主基金会的用卡韩国瑜 或说卡执行长去阻挠 像今天还有那种什么 所谓的民进党的一些侧异 或是什么打着民主 或人权的团体的去立法院 说什么执行长人选应该怎么选 老实说我关他们屁事 他说不要沦为政治仇庸 当这些侧异开始出动的时候 我跟讲 反正国民党要小心了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民进党很清楚的时候 他们不会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 他们要用这种所谓的 民主人权 他们来讲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 卢叶忠老师哪里不民主 哪里不人权 我一直很好奇 如果今天有参与过 国民党的竞选团队 去帮忙去处理一些 所谓的外交事务 就不民主不人权的话 那我们的就没有所谓学者 可以用了 因为他不是总统任命的 他们说要总统任命才行 不是啦 没有总统 你先把总统任命 这条规定拿出来 民主基金会张成 哪里有一个执行长 是总统任命的 没有啊 是立法院长提议 他通过以后总统就任命 那是后端的啦 问题是张成就没有这回事 所以我说有规定照规定 没有规定才照惯例嘛 那你说什么 以前是怎么样协商 问题是 我们就举现任的执行长 黄玉玲 他为什么可以当 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 所以民进党只在告诉大家 因为他是蔡英文点头的人 因为他是民进党的派系人士 他要被酬拥 现在民进党只是把 又是再一次讲大白话 就是我们要这个人选 就是要我们能接受人而已 而当今天韩国瑜提出一个 政大国际学院的副院长 政大这个外交系的教授 卢叶忠老师的时候 他们讲的理由 我必须讲不充分啊 这没有办法说服我啊 除非今天民进党拿出来的人选 是韩国瑜也觉得 这个人选非常好 你要谈这个要去协商 就是你要把那个人选谈出来的话 就是你要拿出更好的人选嘛 而不是说卢叶忠不行 那现在问题就是 你民进党那你要谁 你要不要先把你的底牌秀出来 还是你现在只是为了阻挡 反正呢 你要韩国瑜退缩 这个阻挡权在总统身上 所以不管是谁 就是总统说了算 如果今天是这样搞的话 这个民主基金会就不民主啦 对不对 名字叫民主基金会 结果呢搞的叫总统任命 这不是很好笑吗 对不对 现在就是因为国会改变了 对 那我只能说现在民进党还不如陈水扁 不如陈水扁 怎么说 当年这个民主基金会成立 有他的历史的背景 我刚刚历史哥也讲了很多 可是最重要的是当时 王金平为什么能够当 这个董事长 而王金平愿意接受陈水扁 就算那个时候的执行长 是陈水扁愿意这个提的 重点是双方要愿意啊 对对 彼此要有默契而现在这个默契一直没有达成 而彼此在那边互相放话 然后民主基金会一直到那边发新闻稿 一直发新闻稿 我不知道你们在发什么东西 你可以好好的就找韩院长 就聊一下把这个事情就搞定啦 就瞧定啦 这个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你知道吗 你今天都可以谈啊 包括甚至比如说这个蔡总统 一直说要什么什么朝野和解 我看不出来这个有要朝野和解的意思啊 对不对 你说你要跟朱立伦主席会面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标的啊 其实我觉得说蓝跟绿之间绝对不会没有管道啦 我相信都有管道啦 只是现在就是卡在 因为第一个韩国瑜也咬得很紧 就是他 我不好意思你如叶中这个人选你不接受 你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更好的人选 我不跟你玩 我觉得韩国瑜院长他在展现他的决心 所以这个春假当然你看这个礼拜放四天假 过后下礼拜马上就要准备开会了 下礼拜三一个礼拜 下礼拜三如果这个会议要怎么开 开不开的城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再来观察 但是理论上就是这几天就是关键时刻 你有没有办法弹出一个一朵花来 就是这个民主金会到底有没有办法 顺利的产生新任的董事长跟直营长 那现在他们的说法好像是 我们当天议程就只是把这个董事长选出来 執行长我们再来谈 我告诉你到董事长选出来 到时候执行长如果今天你们没有谈好 到时候他们董事会是有权否决 董事长提出来的执行长 那就很难看了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应该要先瞧出来 先确定彼此有默契 再来去把董事长完成 所以我才会说 为什么我一直主张说民众党跟国民党 现在的代表总共加起来六个 刚好达到那个刘慧门槛 就是要议决董事长 民主议会的自己章程里面规定 要议决董事长要三分之二的董事出席 所以你六席刚好是过三分之一 刚好可以让这个所谓三分之二 议决的门槛达不到 所以如果没有达成默契 不如就让他留会 就让他技术性的留会 等到他愿意接受人选的时候 或者说两边有一个默契的时候 再来开这个会 如果4月10号以前就可以达到这个默契 就达成这个默契 那当然把他选出来也就好了 对所以我说关键是在于说 这个也不见得要针锋相对 其实我相信韩院长在这个议题上 他没有要针锋相对的意思 他强调的是卢月中老师这个经历 你告诉我哪里不适合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动用到那种什么 学生团体民主团体 然后去讲说什么 好像讲了一副这个 而且他们是针对执行长人选 对 这太荒谬了 你侧翼动得太厉害了吧 太快动了啦 这些侧翼 我必须讲 这个国民党聪明的话 现在去查一下 这些今天出来开这个 这个记者会团体 有没有拿民主基金会的补助 去办活动 对哦 这些是针锋银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燕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